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北斩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美国中文电台的特约评论员徐一凡 一凡你好 你好 伟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月2号 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将会加强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监管 这是美国审查对华经济关系的最新尝试 一凡 能不能在节目当中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就是最近讨论也比较热烈的 叫做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这是它的全名 就像你刚才说的是12月2号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是通过了这个法案 而且是全票通过 然后这条法案的目的主要是加强对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的监管 但是它是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但是普遍认为它主要是针对中国公司 比如说阿里巴巴呀 拼多多呀 这样的公司 包括中石油啊 这样的公司 就是它既包括这种科技公司了 也包括像中石油这样的能源公司 石油巨头这种 主要就是为了加强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监管 就其他的公司在这里都是陪衬 是陪跑 这也是美国审查对华经济关系的最新尝试 然后它主要的内容是要求各公司就和外国政府有任何关联的 尤其是中国政府有任何关联的要提供更多的信息 如果这些公司没有让美国监管方面获取其审计信息 或者是三年都没有符合美国的会计规则的审计 那么就会被美国证交所摘牌 也就是把这个公司给踢出美国的这个证券交易所 踢出美国的股市 所以这个法案它是引起了相当严重的这个焦虑 就是这个中概股会不会被集体退市等等 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金融脱钩的这个意思 所以是一个非常就是引人注目的这么一个法案 而且我们刚刚说的是 众议员刚刚刚是全票通过了这个法案 但是在今年的5月份 2020年的5月份 参议院是通过了这个法案 也就是说众议院是在参议院之后通过这个法案的 这就已经通过了参议两院了 而且参议院通过的时候也是全票 就对参众两院都是全票通过 然后呢这个法案就是只剩特朗普签署了 那你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对中国的这个严峻的这个强硬的态度 他对这个中国美中这个经济啊 然后上升到金融啊科技啊 这个脱钩方面 他都发表过很多非常强硬的言论 所以他是一定会签署的 然后这就这就这就是会 这就证明了这个法案 他是全票通过也同时证明了 他是两党政治人士啊 都赞同了这么一个法案 就是这个法案他反映了很多东西吧 除了刚才就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注意 除了刚才我说到的 他就是在金融方面就是加剧了美中脱钩以外 就是大家也会担心这个中概股退市 对中国的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会给世界的金融市场又带来什么样的动荡啊等等 另一方面呢他也是就是反映了这个美国的政治圈 两党他们虽然有很多的矛盾 但是对华的强硬态度是一致的 所以这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特朗普对中国这么强硬 然后让美中关系在近年来陷入低谷 然后也是造成了很多日常生活的不便 然后从这个风险的角度来说 也给大家造成了很多对前景的担忧 那拜登上任对于一个老政治人物来说 他比较稳定然后比较体面会不会好一些呢 但是我们从这个美国他这个政坛 整体的这个角度来看哈也是很难了 所以就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 所以就是从这个法案也能看出来 这个比较深层或者说比较引人担忧的内容吧 所以这个法案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有知情人士透露呢 说特朗普总统已经同顾问们讨论 是否预先赦免他的子女女婿 以及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并且和朱利安尼讨论了赦免他的事宜 特朗普担心拜登的司法部呢 可能会寻求对他的报复 针对他的五个孩子当中年长的三人 比如说像这个小唐纳德特朗普 埃里克特朗普和伊万卡特朗普 以及伊万卡特朗普的丈夫 白宫的高级顾问加里德·库什纳 一凡你怎么来看待这条消息 这条消息我首先说明一下哈 就是朱利安尼 就是他这里面不说赦免 包括朱利安尼嘛对吧 私人律师 那这个朱利安尼他同时也是现在特朗普团队 就是对大选结果进行法律挑战的 这个总负责人哈 然后他是等于是亲自上阵哈 这个朱利安尼呢他是已经否认了这条消息 那特朗普本人也说这是假新闻 就在发推特上面就是他经常录斥的哈 说是假新闻 但是呢呃 这个知情人士透露的内容 还是有点真实的 为什么呢 就是美国总统的这个特赦权啊 其实是一个非常悠久的权利 他是在这个1787年美国宪法 这个设立颁布的时候 美国的国父们给总统进行的这个特赦权利 就是说对于国内的某一个人哈 就是美国国内的某一个人 不论他犯了什么样的罪 这个总统是可以免除他的罪责的 那那大家会觉得那这好像 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就是他难道犯再严重的罪 总统都能赦免吗 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总统嘛 尤其是那个当年哈 美国建国就是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 那个时代 就是他们对于总统的这个预期 这个期望哈是很高的 就是他是一个体面的这个政治人士哈 然后他就是呃 他他会有他基本的这个道德准则 道德判断然后对这个美国的呃 这个了解对美国价值观的坚持等等 所以他们当时设立这个总统特赦权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首要目的 其实是体现总统对政敌的一种宽宏大量 就是他们预设的哈 就是这个特赦权主要是遇在什么 用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 用在那种就是可能因为政见不同 而就是对权力这个有所争夺的 这种人的身上就是其实是总统的政敌了 然后呢他因为犯了这样的错误犯了这样的罪 然后总统来特赦你 就体现总统的这个宽宏大量嘛 体现总统的这个高尚 然后对不同政治意见的这种接纳 然后对政敌的这种原谅等等等等 他体现的是这个 但是这个总统特赦权 用着用着用着就用烂了 尤其是到最近这么几十年哈 就是很多总统他在特赦的时候 他特赦的就是会用这个特赦权越来越多的 会来满足自己的利益 包括这个克林顿 然后包括奥巴马 尤其这个克林顿 他当时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武业特赦嘛 就是他不仅特赦了就是自己的亲信人士 而且在就是他利用他总统权力的最后几个小时 就是他交接权力给小布什的最后几个小时 他是连猪炮一样的赦免了一百多个人 很多人会对这个不满 他是民主党的总统 但是民主党很多人是对这一点也是不满的 觉得这个克林顿是滥用了特赦权 然后特朗普呢 当然他也是在利用这个权力 而且从这个知情人士的透露来看 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真实性的 因为这个无风不起浪嘛 对吧 他这个他至少是正在考虑 不一定真的实行 但确实可能是正在考虑 然后他特赦的这几个人呢 也都是你看他的儿女是吧 他的私人律师 然后他的女婿等等 他的这个贴身的高级顾问等等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秋后算降 他自己也确实是树敌太多吧 但是就是从客观上来讲呢 他的总统任内是一共进行了16次特赦 迄今为止 然后呢 最近的一个特赦呢 就是对他的第一任 这个国安顾问 迈克尔弗林的这个特赦啊 他用的不算特别的多 但他后面可能还会用很多 因为他最后还有这么一个多月的 这个执政的时间嘛 然后他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他可能树敌太多 所以对他这个亲近的人啊 他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幕僚 他可能会使用一些特赦权 但是比较而言 奥巴马他任内是使用了 200多次总统的特赦权 所以我们要看到好戏还在后面 这个特朗普他还会有的是 有的是进行特赦哈 但是这个讨论还是还是在进行当中 就是很多争论是在争论什么呢 是不光是子女的问题了 就是特朗普他这次会不会把总统特赦权 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因为你知道因为税务的关系啊 等等这个通格文咱不说了 查了两年什么都没查出来 对吧 就什么什么就是切实的东西都没有查出来 那像税务等等方面 其实特朗普他是很多官司缠身的 所以他也有可能会把这个特赦权 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但本身总统特赦权能不能用在自己的身上呢 那又是另外一个这个法律专家讨论的话题了 那对于他这几个子女的这个特赦权 他究竟要赦免什么呢 赦免什么让他们赦免什么样的罪名 他们免于什么样的罪名的刑事指控呢 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他们这些子女确实也或多或少 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风险 比如说以伊万卡为例哈 伊万卡是在12月3号 他自己发推特证实了一点 就是之前传的沸沸扬扬呢 就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检察官办公室 在指控他滥用2016年 他爸爸就职典礼时候的那个资金的问题 有一百多万美金说是过多的支付给了 这个特朗普自己的国际酒店 因为在那里就是有一些那个 搞一些招待会啊 可能招待的就是特朗普的这几个子女 然后付了30万美金出去 就是这种事情 现在就是正在查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是检察官办公室先发布了这样一份法律文件 然后伊万卡他自己也是在推特上证实了这一点 就是他接触了五个多小时的问询和调查 不过他呢也是很生气了 就指责这个民主党所控制的这个共和党 这个民主党所控制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办公室呢 是一种政治报复 是一种政治打击 其实这个检察官办公室 你不能说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控制 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种行政机构的这么一个司法的部门 但是呢也确实就是华盛顿特区他的这个民主党的势力是比较大的 然后支持民主党的选民也比较多 所以总体来说呢 就是随着特朗普他的这个任期将结束 大家也都能看出来 他也翻不出什么太大的水花来了 下一届政府应该就是拜登政府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特朗普他在几个下台以前 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那是对于他自己这方面的事情呢 估计就是越来越多的特赦了吧 美国的司法部长巴尔表示呢 说司法部并未发现2020年美国大选当中 有足以推翻选举结果的舞弊的证据 一凡您觉得这个巴尔的说法是在给拜登背书吗 就也没有到背书的这么一个这么严重 就是如果我们以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逻辑推测呢 就是巴尔他确实没有调查出什么 就是司法部确实没有调查出什么 因为之前巴尔他是命令 就是全国的这个检察官办公室 各州的检察官办公室 都是可以进行这个关于选举舞弊的调查的 那巴尔他是特朗普他一直以来的盟友嘛 就是在绝大部分时候都是站在特朗普一边的 就是以前的各种事情 虽然也是传出过一 稍微传出过一些就是特朗普对他不满的这个信息 就是说巴尔不怎么肯查奥巴马之类的这种信息 是传出了一些这样的消息 但是总体而言呢 在绝大部分时候巴尔都是站在特朗普一边的 那这次呢他进行了这么一个声明 就是说这是没有查出什么 就是不存在这个广泛的舞弊现象 或者说存在的这些现象是不足以规模 大到可以改变这个结果的 不能说他背书拜登 但他确实是在和这个特朗普针锋相对 但是还有一种有点接近于阴谋论的说法 这个我顾望言 这大家顾望听之是有这么一个消息 就是说在他这样说呢 是和这个特朗普是相互串通的 就是特朗普他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法律挑战节节败退 很多州的法院是不接受他的 这个关于推翻选举结果的法律诉讼 那有些州呢是审理了 但是最终还是驳回了这个法律诉讼 那非常非常的不顺利 就是眼看着就不可能了 但是他特朗普呢 还是在坚持说这个拜登的选票 是不合理的 存在着广泛的选举欺诈 其实是他自己赢了 就是特朗普自己赢了这个大选 他还在坚持这个说法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有人就猜哈 特朗普的最后一招 就被逼得走投无路 他还非不想离开白宫 最后一招呢 就是实施军管 好那从这个时候呢 让巴尔还出来说 说我们司法部查不出来 就是我们进行了调查 然后没有发现呢 其实呢就有人猜测哈 这个巴尔这个说法是在 是特朗普方面在展示一个态度 就是说就展示或者说展示一个事实吧 展示一个现象 就是说文职方面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了 所以呢下一步 那就只能是军管了 就是因为这个逻辑的出发点 都是这个特朗普的这个铁杆支持者认为 这个选举结果确实存在着欺诈 然后特朗普本来应该取得这个大选胜利的哈 那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下呢 呃这个确实很悬哈 有点相当于这个阴谋 有点类似于阴谋论了哈 但是呢 确实有人有这样一个主张 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黄袍加深吧 就是说呃 特朗普他作为这件事情的主角 虽然没有明确说什么 但是他的铁杆支持者包括一些普通的选民 包括一些有一定地位 或者是有一定声望的这个前官员 现任官员可能还不敢那么明确的说话 但前任官员呢 作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呢 他们可能会说特朗普这个总统 你就这个军管吧 只有军管才能解决这么腐败 然后这么多舞弊现象 然后这么多选举欺诈的问题 所以也是有这么这么一个说法的 呃那我个人呢 还是更倾向就是巴尔 他确实没有查出来什么吧 呃就是因为直到现在 就是选举欺诈这件事情 你要说有没有选举欺诈 有没有选举作弊 是一定有 但是你要说规模大到影响选举结果 就是呃这个 拜登比特朗普多的那么几百万票里面 全是作弊作来的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合理吧 然后特朗普本身 他对巴尔现在也是在表达不满嘛 就是嗯 在有人问到他说 你对巴尔现在还有没有信心的时候 他就避而不答嘛 然后民主党那边又在起哄说那个 巴尔不久就要被特朗普撤职啦等等 反正 现在就是巴尔的整个这个表态 就是就是就是在坐实了 这个特朗普他的司法挑战 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吧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是已经提早就会知道 是会是这样子的 然后巴尔的这个表态 等于又证实了一遍这一点 2020年的美国大选呢 目前还面临着不少的法律诉讼 特朗普阵营的对于此次大选的指控 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呢 游记选票是否合法 以及在投票日截止的时间 晚上八点之后到达的选票 是否应当计算 二呢 是选民的资格认证 三呢 是二十几个州使用的多米尼电脑的 点票系统是否造成了舞弊 一凡您觉得啊 就是未来美国的选举系统 是否是有必要需要进行改革了 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不管最后是以什么样的结果结束 现在看来就十有八九 就是还是会特朗普会走着 就是比较灰溜溜的离开白宫哈 然后这个 当然他也可能会引起人的注意 就是宣布我四年后要再参选的呢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哈 然后拜登呢 最后还是2021年的1月20号呢 他就会按时上任 然后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 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这样 因为美国政治的这个稳定性还是挺强的 但是这次大选无论如何是让人看到了很多这个美国选举系统的缺陷 就是包括他就是和几百年前相比 两百多年前快三百多三百年前相比 他这个选举系统就是社会条件 然后各种自然条件很多条件发生了这么多巨大的变化 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选举系统选举制度 是不是完全就是严丝合缝的适合现在的这个情况哈 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 然后呢现在因为使用了一些就是新的手段嘛 这又是另外一个看起来完全相反 但是又有着微妙联系的问题 就是使用的这么一个这么多的这种现代的手段 会不会就是反而增加漏洞 然后增加这个选举舞弊的可能性等等 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特朗普他的指控到现在都没有非常切实的证据 但是总体来说也是在这个 如果我们把眼光看得长远一样一些 也是有它进步的意义的吧 就是他会推动这个选举制度的改革 推动这些人们去去发现这个选举制度的缺陷 然后让选举制度经过改进以后 更适合现代的政治社会 拜登最近公布了几个高级经济职位的人选 其中呢就包括任命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前主席耶伦 担任财政部长 这为组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政府铺平了道路 拜登在人事任免上显示出了高度的多样化 亦凡你怎么看 拜登他是在任命上 这个多元化是非常明显的 这也是符合民主党一贯的这个 就是自我标榜也好 自我标榜这里不带贬义 就是但是民主党其实是非常以这个多元化为自豪的 然后包括他就是最近几十年来的这个发展趋势也好 这个多元化他是把握的还是挺挺挺怎么说呢 就是很注重这一点 首先他副总统那个时候还没有选上 就是选竞选搭档的时候 选贺锦丽他就是一个就是带有黑人血统的这个女性 这个这两个身份其实是他选择贺锦丽的重要因素 不说是首要因素吧 就是是不是首要因素我们说不清哈 但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他本来是有可能是会选别人的 然后呢到现在像你刚才说的 任命耶伦 耶伦他是女性当然也是有一点体现了多元化 但耶伦这个职位的任命 其实主要还是他自己个人的 就是耶伦自己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好 作为前美联储主席也好 他的这个能力他的观点哈 就是他的这个观点 其实他虽然是比较哥派 但是他也是也是就是有所主张 这个政府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有所作为的 他是真的就是就是就是加息啊等等 都是他做出的决定嘛 这个呢就是对于 这个稍微有点扯远哈 就是对于这个新冠危机后的 这个经济恢复的这个刺激措施呢 是很有力的 这是耶伦他虽然是个女性 但他并不是一个多元化的代表 他是一个能力很强很适合 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的财政部长 以及两党都非常支持 包括华尔街也非常支持的 这么一个人选的代表 然后呢这个拜登呢他确实任命了不少女性 他的这个白宫的高级通讯团队全部都是女性 这个多元化是非常明显哈 然后他任命的那个助联合国代表呢 是一个非裔的女性 然后就是少数族裔也好 然后他也任命了一些这个拉丁拉丁裔的高官哈 现在只是公布了外交团队和经济团队 但是这个多元化的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然后这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 算是一个品牌吧 就是算是一个就是他在强调的这一点 就是特朗普他任命的职位呢 确实绝大部分的高级职位是属于白人男性的 就是我们平常开玩笑说的老白男哈 是特朗普最爱这个任命的这个人选 也是传统掌握这个话语权 然后掌握整个社会的这个权力 处于优势地位的这么一个群体 但是拜登呢 他就走的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路线 是一个多元化的路线 这个就是从长远来看 当然是一件好事哈 但是呢就是短期内呢 也会有些问题 就比如说各个族裔 包括各种身份人之间的这种平衡的政治 和就是他们的能力 他们究竟适不适合这个职位 这两者之间是又是去怎么平衡 这其实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尤其是这个民主党的内部 还有就是这种少数族裔的内部 就是之前还传出过 就这几天吧 还传出过就是民主党的这个非裔党团 就是有所不满 就是说你任命的这些人 就是是多元化的 但我们觉得多元化的不够 因为非裔人是担任高官的这个职位 还是不多 所以他们就感到不满了 这是第一 就是这种内部的这种利益冲突 第二呢 就是其实我们虽然看到是这个多元化 其实拜登他是任命了很多奥巴马政府里的旧部 然后任命了他自己的一些长期的顾问等等 就是这里面就是有没有一个就是论功行赏的 然后这样一个问题呢 这也是人们去诟病他任命的这么这么一个问题 一个角度吧 但是总体来说呢 拜登的任命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还有好多这个职位还是空缺嘛 就是他手头的资源和人选一定是很多的 因为他从政47年 然后又是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 然后在任命的过程中呢 肯定也会有各种的意见和不满 比如说你是不是奥巴马政府3.0啊 或者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不是任命某一个族裔太少了 或者任命某一个族裔太多了 然后或者是是不是有没有任人为亲啊等等 但任人为亲我们又岔开说一句 再任人为亲也不会达到特朗普把自己的女儿女婿都作为白宫高级顾问的程度啊 所以对也不会当这个程度 所以呢就是路还长吧 只能说就是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拜登他上任以后 他的这些所任命的人 他们实际的执政的这个政策内容和效果来判断 他的这个任命究竟是一个成功还是一个失败 好的谢谢依凡 那么今天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在这里就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的谢谢福克然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会 感谢观众朋友们再会